1 2 3 為服務女酒鬼 我們的CDB小姐 所以我們今天要喝酒 來…我們先喝一點酒 這樣比較放鬆 聊得比較開 今天陪你喝酒的人也太大牌了吧 我們歡迎林依蓮小姐 嗨 嗨 歡迎 祝你演唱會順利 謝謝 妳的酒量怎麼樣 我還好 我喜歡喝威士忌 妳好重口味喔 是會喝到醉的程度嗎 我通常不會 就是一點點這樣的 有沒有醉到2 年輕的時候會 真客氣 謝謝 所以出去玩會追酒 就是大家會一直越喝越多 對 譬如說演唱會結束了以後 那就慶功宴大家工作夥伴一起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會喝得比較多 所以不是那種會大哭 突然講一大堆那種肺腑之言 不會 我不是這樣 不會 所以出去玩也不是瘋的人 我其實很少出去玩 對 如果喝酒的話 其實都是很熟的朋友在一起 然後在家裡喝 或者是在比較自己熟的那些餐廳 環境之下 妳會瘋嗎 就是妳以前玩的時候 會玩得很瘋嗎 如果是很熟的朋友 可以 可以很瘋 多瘋 多瘋啊 這不知道耶 就是 就是我想 我想是 會比較放鬆的那種 對 然後是 有多瘋 譬如說像我們以前 小的時候玩Party 都會說輸的人 譬如說要舔一個誰的腋下 或者是 這個就不行 就絕對不可能玩這種東西 不會到那種 對 所以妳的極限是哪一種 極限可能就是 太多 喔 也不行 跳拖 跳鋼管 欸 我沒有試過要玩這種 沒有耶 我的朋友都很斯文 對 我們只會去做那種那些 像倫永亮 我們就會去做弄它 對 可是我不會是 被做弄的那個 所以做 做 啊 喔 是這種話嗎 畫臉 哇 就是很俏皮的 這也還蠻 蠻尺度寬的啊 那個上方的是我的朋友 Nancy小姐 對 畫臉被畫好可怕 對 那是我們在家裡玩 誰輸了就要 就要畫一個畫臉 這個也 這個也還不錯啊 對啊 這很好玩 我們來畫吧 你比較小嗎 怎麼玩呢 有發生什麼事值得畫嗎 所以 所以妳 妳從小就是一個 就是 不會做太瘋狂的事情的人 對 其實我後來在電台 當DJ的那個形象 是非常活潑 然後非常 畫很多的那種 對 那後來我就覺得說 那個其實是跟我自己本身的性格 蠻有一些的差距 所以妳本身性格不是那種 叽叽喳喳的嗎 一直有很寶貴的照片 這個是那個時候16歲 剛進電台的時候 16歲就當DJ了嗎 對 16歲 一邊唸書一邊當DJ 哇 那一定同學很羨慕啊 16歲就可以播音 有 對 有一些同學會 悄悄的塞一個字給妳這樣子 妳這個星期幫我播什麼時候這樣子 就是有訪問藝人嗎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比較少 那可是 訪問藝人這個部分 是我非常非常弱的一環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要訪問譚詠麟 然後我就看得到 我就 就不知道要說什麼 然後她也很有耐心的 就在那邊等我 等於就是降在那邊嗎 整個人 兩個人降在那 真的是降在那邊 我那個時候其實 是一段很怎麼說 自己非常迷失的一段時間 其實在電台當局 可是小朋友第一次看到大明星 就會很緊張嗎 會有這種 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 那個他們winners樂隊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喜歡她的 所以那個時候有機會訪問她 我就真的就呆在現場 我就不知道要說什麼這樣子 所以你那個時候當DJ的時候 有被大明星擺過臉色嗎 那倒沒有 就大家都還蠻和善的 大家都很和善 那你做那個叫做 連子廣場的節目是什麼 那個是在當DJ的同時 然後主持一個音樂節目 就是輸綁的那種 所以是V 等於是VJ嗎 對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MV 那個時候在香港的那個電視台 他們自己有拍自己的MV 自己的音樂節目 所以是播英文的 也有些英文的 也有些中文的 也有些日本的這樣子 那每一次在電台裡面 播人家歌的時候 心裡面會一直想說 我唱得比這個人唱得好多了嗎 沒有 從來沒有想過要當歌手 真的沒有 也不會一邊播歌一邊 自己跟著哼那個歌 我覺得喜歡唱歌可能是 就是從小 因為家裡我爸爸是一個中樂手 然後我媽媽也會唱一些戲曲這樣子 可是 自己會聽一些西洋歌曲 可是沒有想過要當歌手 可是那個時候在香港 當DJ是很容易就會說 如果你做得還不錯的話 那唱片公司就會請你去發一張 真的假的 其實即使是不會唱歌的人 也是一樣有機會嗎 也不會 就還是會 就調查說哪一個DJ會唱歌 看你會稍微會唱一點這樣 那當DJ是你的跳板嗎 就是你要 本來就是準備要當歌手 也不是 也是一個同學去試音 然後拉我進去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去 結果他沒有當了我當了 是那種故事這樣 就是我其實 小時候走的路 為什麼這麼多的同學都這麼懂 因為他們去跑 參加跟他比賽 永遠都重不了 就是他們的朋友 然後巨星都是很不經意的 就變成巨星這樣 我覺得 對 有時候這個路好像是 那你去試音的時候 唱的是什麼歌 我記得了 我其實那個時候 是因為電台會有一些 節目演出這樣子 然後DJ就要表演 然後我唱了一首英文歌叫 Crying In The Rain 好 謝謝 隨便會也很好 謝謝 對啊 那是我們 謝謝 喜歡唱英文歌 就這樣一唱 然後他們就立刻說 你出唱片 對 然後就簽出唱片 因為那個時候 前面已經好幾個DJ是先例 他們都已經 可是聽起來 你跟你的爸媽做的事情 很不一樣 爸爸是拉胡琴 對 媽媽唱戲曲 那你怎麼會唱英文歌 那我那個時候是聽英文歌 我們小時候沒什麼節目 就是看電視 所以你媽媽 一點都不會抓你去唱戲曲 我也會唱 什麼 廣東西嗎 沒有 上海的那種樂劇 上海樂劇應該是你有在了解吧 紹興戲 紹興戲 你是哪裡人 桑海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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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桑海寧啊 請不要開擠我好不好 我們南方人在聊天 每個人都要猜一張啊 可是紹興戲是很 很通俗的那種耶 是有點像京劇嗎 也不是 它是比較 接近黃梅調跟 京劇兩者之間 它其實有點Blues 其實我覺得 有Blues 滿Blues的 像譬如說 那個 梁山柏與主音台 它會就是 兩姑姑 我 想 你 就是滿 滿 那種C 港哥哥我想你 對 是那種 然後我從小就是聽這些 我 對 台灣不太流行 掃興戲 只有比較少的人唱 台灣比較多是京劇 我以為香港都聽廣東戲 對 廣東戲也有聽 就像我外婆她有聽 我外婆是廣東人 可是我家裡的話 爸爸媽媽都是聽掃興戲 所以媽媽唱的也是這個 也是唱這個 因為而且我們住的是 都是一些票友 就是我們是 上海人是住在一個 怎麼說我們幾家人租一個房子 一人一個房間這樣 那其實他們都是 從上海到香港來 然後呢就聚在一起 就是每個星期會玩票戲 那很吵耶 所以他們會一直拉胡琴 一直那邊 所以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所以還好 所以你在家是跟爸媽 用上海話講話嗎 沒有 他們會講廣東話 所以一些有扣印的 那你們都剛上海我 我也都剛上海我 什麼時候開始 是後來到上海住的時候 後來學的 你們剛才是偷偷用上海話 聊了一兩句嗎 那就是問我會不會這樣 老鄉見老鄉 亮眼淚汪汪 我也要丟山東的 什麼淚汪汪 老鄉見老鄉 亮眼淚汪汪 對 哪怕人怎麼講話那麼粗啊 很重感奇異 你跟你們家奶奶講話 都這個調調嗎 沒有沒有就是會聽得懂 但是我不會用那個 老鄉撿老鄉 對我不會用那種音調講話 所以你爸媽聽到你的專輯 他們會覺得很跳動嗎 我爸其實是非常支持我 他是 他常常會給我很多意見這樣子 他們第一次聽到你錄的那個專輯 會講說怎麼樣嗎 第一次我爸好像 難聽死了 難聽死了 真的 那第一張裡面是什麼樣的歌 第一張是比較像 那個時候是很日本偶像的 那種包裝 然後都是改編一些 日本的歌曲 松田聖子的那種 你走過那個路線喔 對 是少育女的那種路線嗎 對 然後舞蹈是這種開心的那種 沒錯 對 然後那種 胖胖的 不會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你知道這個很好笑 那時候很流行這種衣服 然後我去拍一個音樂影片那時候 那是大太陽天 然後呢 這邊就曬出了一個兩個三角形 是焦 燒焦那種 好可憐喔 可是這看起來像小孩耶 就是小孩 十三四歲 十三四歲吧 沒有啦 這時候幾歲了 已經十十九了 這時候十九喔 對 然後這樣子出唱片 沒有人覺得是小孩子在唱歌 然後爸爸說難聽死了 你沒有跟他大吵一下嗎 我沒有 我很怕我爸的 其實 他是會打你嗎 小時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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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們三 三姐弟嘛 誰 就是反正誰錯了 反正三個一起打 然後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藤條 藤條燉豬肉這樣子 那家裡的其他人 都可以接受你當歌手這件事嗎 其實家裡都很支持 我爸爸後來就 就會給我很多意見 然後後來就是我每出一張專輯 他都會跟我說 你這個歌唱得不錯 這個歌我就覺得你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那你記不記得你第一次賺到 比較多的錢拿給他 是什麼時候的事 我第一份當DJ的薪水 我就拿到了 我就跑去那個超級市場 全部買了吃的東西 然後我回去煮 煮了一頓義大利麵給他們吃 對 很感動吧他們 也沒有什麼表達 還有爸爸說怎麼煮義大利麵 為什麼不上海 我覺得上海真的對義大利麵 還好真的是 還好啦沒有說什麼 其實我家裡沒有很表達 不是煽情的那種家庭 所以你爸媽也不罵你 爸媽會罵 小時候會罵得滿嚴重的 到幾歲就不管你了 我覺得其實我 還是會講的 會管你談戀愛嗎 那就沒有管了 比方說幾歲談戀愛都沒關係 沒有沒有這都沒有管 也不會檢查說誰寫信來啊 什麼這些事情 沒有 我也沒有收到信 蛤 你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女生 我不是 因為 我都是 她後來超受歡迎的啊 很多男生都幻想她 可是在學校的時候沒有啊 學校的時候真的沒有 沒有 因為我都是那種 很安靜躲在一個角落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 就是 不起眼 胖胖的 沒有什麼自信心 那當時自己照鏡子有覺得胖胖的嗎 有啊當然有 有想辦法瘦下來嗎 沒有 那就是沒有覺得自己胖了 太放得開了吧 可是那個時候是沒有辦法瘦下來 因為那個時候 我在學校是 有 打籃球 然後 就是 那個時候在發育 你總是很愛吃 然後上海的家庭就是 不停的有食物這樣子 吃的東西又很容易 就是不停的有紅燒肉 這類的東西 對 那怎麼減肥呢 這不可能的事啊 所以你 你那時候 打球這些事情 也沒有收到女生寫的情書嗎 沒有 就是一個很乖 感情生活很單調的學生 非常單調 對 所以等到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你在感情中也是扮俗辣嗎 就那我不敢跟對方吵什麼 嗯 我覺得在感情上面 我是比較 嗯 不太 我主要是覺得不太會表達 對 會比較 所以不太會做浪漫的事情 嗯 那你要 所謂的浪漫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說情人節 做一個巧克力送給他 這種 那些都還好 有 會不會就是 會打毛衣那種很老土的 會不會就是趁他還沒回家之後 在家中點滿蠟燭 然後放一個什麼西洋老婆 那倒沒有 那沒有這一種很浪漫 妳會做這種事啊 不會 因為我怕火啊 因為你知道 點那個蠟燭的時候 那火會回燒 就會燒到大拇指 不要囉嗦 點蠟燭有一種強的 該用點火器少煩啊妳 所以什麼換上性感內衣這種 也不是妳的路線 真的不是 就人生中不可能會去買那種 蕾絲啊 或是透明的睡衣 嗯 蕾絲的 可以有 對 透明的我覺得有點 太over了 妳有透明的睡衣 就是抽力有時候打開會 莫名其妙就是 飄出一個角角 然後一拉開 可是妳不覺得妳都是會 就是妳可能看到 妳會覺得是 啊這個很很漂亮 可是妳是 就算妳買了妳不會穿 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什麼啊 然後就一打開看 我說為什麼有這一件 然後就再把它妳知道 捲橫一下再塞回去 生怕被要求穿上嗎 因為妳根本不可能會想要去穿它 因為我不知道穿了之後 要怎麼開始做那些事情 就會覺得尷尬 甜力有在我們節目教過 甜力有在我們節目教過 然後妳就要像豹一樣的往床上爬 沒辦法 因為妳在換的時候 已經被老公看到 就說 然後 那一切不是很尷尬嗎 就那個 我們一連面對主持人的拷問 快要招架不住啦 兩個大明星在一個家裡面 是掛比較多妳的照片 還是掛比較多她的照片 沒有 都不掛她 都不掛 對 她會放她的CD 或者妳的CD來聽嗎 不會 我現在一個人耶 好不好 好 那妳一個人在家裡面的時候 好 那妳一個人在家裡面的時候 我愛聽她的歌嗎 我愛聽她的歌嗎 我愛聽她的歌 我愛聽她的歌 那妳在談戀愛中間 男生對妳做過最浪漫的是什麼 有人到海邊去把妳的名字 用火把點起來 寫Sandy這種嗎 沒有 有人在大雨中等妳三個鐘頭嗎 沒有 蒙住妳的眼睛 然後一打開就是花海 沒有 有這種事情會發生嗎 在現實裡面 有 我們有聽過那個火把的 對啊 就是有人用酒精膏弄了小S的名字 在沙灘上 結果因為姐妹都要點太多 就變成一片火海 哇 所以妳遇過讓妳覺得 比較動性的是哪一種 通道的男生都是會比較說 比較沉默一點或者是 比較不是這種很浪漫的 會用這種方法來 會去攻擊 就會去接近妳爸爸媽媽 想要討好他們來追妳嗎 沒有 沒有用 所以如果男生燒了一桌子的菜 然後妳們兩個可以 玩互相餵豬腳的遊戲嗎 然後妳吸一口吸一口 然後兩個人就這樣子打到妳 也不是妳的痛調嗎 我 我覺得吃豬腳好像不太浪漫 所以妳 妳現在那個 妳說妳點蠟燭 點蠟燭 享受音樂這些事情 是妳在打坐嗎 我覺得是在放鬆的時候 也 我們在做瑜伽的時候 打坐的時候 會有瑜伽的音樂 妳會打坐 打坐是 什麼樣子 打坐 其實我平常都會打坐 就是我有時候坐的 稍微累了 我就會把腿翻起來 可是我並沒有恨 我並沒有恨那個 我覺得妳的靴子好像要折壞了 這樣很厲害的 然後 不用說什麼 想那個氣在這邊 走來走去啊 沒有 沒有 我沒有到那個經濟 所以妳沒有要追求到什麼 靈魂出鞘那些什麼的 因為 因為 追求靈魂出鞘 沒有 我沒有聽說 那種打坐打錯方法 就是走火入魔 然後靈魂就會這樣 飛起來一下 然後再回去身體 那是因為她在做 她是在做別的事情 她不是在真 只是打坐而已 沒有 有些人打坐就打到一種 你知道錯的方法 就會靈魂出鞘 所以 所以瑜伽的前面就是先打坐 對 我們一開始就會先打坐 然後 就是閉起眼睛 然後呼吸這樣子 這樣盤不會不舒服 我不會 我這樣盤會比較舒服 可是最後會麻掉耶 對 麻掉的時候我就放下來 然後它是一個很好的 血液循環的一個 真的嗎 可是妳再整個人變好 好小 好小 怎麼這麼小一個靈魂的 當媽媽是妳從小的願望嗎 我覺得像結婚啊 當媽媽這些都是比較傳統的一些 那個概念 從小會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當妳實際去 經歷婚姻跟當媽媽這個事情 其實妳的體會是跟 妳想像的那個有蠻大的差距 差在哪裡 譬如說婚姻 我覺得那個是 可能是某程度上是一些 外界從小 社會灌輸給妳的一些觀念 只是妳真正去進入這個狀況的時候 妳就發覺說 我覺得我自己並不是很適合這個事情 或者是我並沒有很能去 調出一個生活的方式這樣子 那當媽媽我就覺得說她 她比想像中困難太多了 小孩生出來之後 曾經有哪個時候會哭說 我不會做媽媽好苦 會發生這種事嗎 生出來一開始一兩個月就覺得 自己會蠻累的 因為不會照顧她 很緊張 就是半夜睡覺的時候比較痛苦嗎 半夜睡覺還有就是說她 妳要怎麼 就是妳面對一個這麼小的一個寶寶 妳不知道應該怎麼樣照顧她 她才會舒服 所以她一直哭一直哭的時候 妳會採用什麼方法 會採用什麼方法 所以自己也跟著一起哭 妳是會跟著哭的那種方法 我會跟著一起哭 我記得我在一開始 第一個 一個月的時候 真的很不會照顧她 也不知道 因為妳會很 很 沒有經驗 妳不知道為什麼她 喝完那個奶以後還要哭 然後她換了噗噗為什麼還在哭 這樣妳就一直 妳為什麼還在一直哭這樣 就會很Lost 要怎麼辦怎麼辦這樣子 就哄她就好啦 哄她她還在哭啊 結婚之前會想逃走嗎 結婚前 就是說 我不要結婚了我弄錯這樣 逃走 因為有些新娘子跟我說 他們到快結婚的時候會 我沒有空去想那個 對 太忙了 太忙了那個時候真的是 就在忙當中就結了 對 忙當中就結婚 那 OK 沒有就是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是timing 那個時候是覺得說 一切都 好像所有的元素都在那邊了 OK 對 大家都說 結婚了 所以結婚的當天也沒有覺得很荒謬 所以我怎麼會做這件事情 當時都是很快樂的 我覺得可能當時來說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在發生 同時自己在懷孕 然後結婚 有很多的 我覺得有很多複雜的情緒在那邊 可能沒有那個空間去想說 很荒謬這個事情 對 比較是 是這個 這個 比較有一種是 這就 這到底 到底是不是就是這麼一回事 對 對 所以妳吵架都會吵出 他嗎 什麼 妳吵架都會吵不贏李宗盛 吵架 我就已經說了嘛 我不會吵架 對 怎麼辦 怎麼辦 吵不 妳是屬於安靜的那種嗎 看旁邊 對 我是屬於比較安靜在旁邊 然後 然後 就是我會盡量說我自己的 想法 對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有時候溝通 並不是說妳說了 對方就會明白 對 我覺得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妳 覺得妳說得很清楚了 可是對方 聽不見 對 那我覺得不單單是婚姻 其實朋友跟朋友之間 有時候 也會 那妳會氣到摔東西嗎 我很久沒有做這種事情 沒有 多久 兩個月 20年 所以那個時候吵架 妳就是只是安靜而已 沒有什麼激烈的舉動 我覺得情緒一定是波動的 對 吵架的時候情緒一定是波動的 她怎麼辦 可以剪她的西裝嗎 我不是那種 把她那個錄音器材裡面的歌 全部洗掉 所以那樣她會很火大 放白蟻到她做了麥吉他 我不行啦 我覺得如果我是這種 能夠做出這種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知道怎麼取巧 妳不是報復的人 妳不是那種 妳就這樣憋住啊 這樣很內傷 那很沮喪的時候 妳也不會喝酒 然後在那邊 很沮喪的時候 很沮喪的時候會 兩個大明星在一個家裡面 是掛比較多妳的照片 還是掛比較多她的照片 沒有啦 都不掛照片 都不掛 對啊 會放她的CD 或者妳的CD來聽嗎 不會啦 就是完全就是很沮喪的聲音 對 很沮喪的聲音 對 很沮喪的聲音 我比妳紅耶 妳搞不清楚啊 要講那麼紅 老娘怎樣怎樣 沒有這種台詞 沒有 這些都過去的事情還要來 說什麼呢 所以 好自然的節目還就喝起來 應該會到這也喝醉吧 所以要吵完的時候 妳會 妳是屬於那種會主動先去道歉 然後花起這一切嗎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是道歉的那種啦 裝美詩 沒有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要 我覺得很多事情就是說 我會再想辦法去再 再溝通 所以在那個家裡面的時候 就是妳最 不要一直在講家裡面 已經不是在家裡面了嗎 我現在一個人耶好不好 那妳一個人在家裡面的時候 還會再聽她的歌嗎 還會再聽她的歌嗎 沒想到林依蓮堅持女兒 不能被拍照的原因 竟然是 妳不要拍我 妳不要拍我這句話 其實我會很認真地跟她說 是因為女兒 不是很像女兒 等一下 先不要拍 好 我的妝 快點快起了 修個容 好 所以在那個家裡面的時候 就是妳最 不要一直在講家裡面 已經不是在家裡面了嗎 我現在一個人耶好不好 好 那妳一個人在家裡面的時候 還會再聽她的歌嗎 還會再聽她的歌嗎 妳現在會不會聽她的歌嗎 妳現在會不會聽她的歌嗎 她說這個死亡八點什麼什麼的 沒有沒有 就已經就是那一段就是 我覺得我是那一種 我這一段結束了 那我就是會 我就完全放開的 我並不會再回頭去怎麼樣 然後還有什麼 一些的感覺啊 她上次來康熙來了也坐在這裡耶 妳每一個來賓都是坐這裡 不是嗎 那妳還會再注意她的消息嗎 不會刻意的 就如果有人跟你講 就聽聽就算了 對 我還是會關心她 我覺得這個是 怎麼說 我還是會很珍惜 曾經有過的一段的緣分 那我覺得這是人最基本的 對 一種彼此的尊重 對 我有去聽她的演唱會 她有一個晚上是 就是都是唱 跟妳合作的歌耶 我們合作的歌 妳那時候有想要去聽 還是說完全不想 其實我在 她在香港舉行演唱會的時候 我是蠻想去聽的 可是我又覺得說 因為媒體可能會 把這個事情變得很這樣 那我就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我可能是好意去做一件事情 那如果變成是一個新聞炒作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這不是我的性格 我最討厭是這一次 不喜歡被人家追著 拍人問這些的 那我就會避免這個事情 被一個很有才華的人寫歌說 這是專門為妳寫的 有很爽嗎 還在說 我覺得蠻感動的 對 當時收到歌的時候會哭說 為我做的歌 當時沒有說是為我做的 真的嗎 是妳後來自己發現的 十年後才講的嗎 是最近妳們做訪問她才講的 這哪一首 妳說那個 痕槍玫瑰 痕槍玫瑰 因為她在演唱會上有唱啊 然後就是我就想說 妳把她的歌拿來唱 然後就唱那麼大聲 是覺得自己唱得比她好嗎 所以妳沒有聽過她唱那個歌 沒有 妳不好奇 唱得很好 很好喔 對 所以妳是後來才知道她寫給妳的喔 後來我是看報章的那個報道 才知道 喔 原來那個時候是這樣想的 對 那這種事不是應該是 由她口中跟你講的嗎 怎麼會從報章得知 沒有 那個時候那個歌 的確是為我寫的 那個時候因為 在製作這張專輯的時候 那請她寫這個歌 我非常喜歡那個歌的歌詞 然後我也覺得她寫得很棒很棒 可是那個時候她不會跟我 跟我說 老婆我這個歌是為妳而寫的 不是那種 我們不是那種的 連這樣的話都不講 連這樣的話都不會講 我覺得好奇怪 沒有在這個 困難的事都做 就是歌已經寫好了 然後加句甜言蜜語 竟然不加耶 而且她這麼會寫東西的人怎麼 就照理說應該也是會講一些 讓人家比較感動的話 開心的話 有啦 當然有啦 感動的話有很多 對 所以那個 被一個男生寫的一個歌送 會立刻感動到說 我要 我就跟她談戀愛嗎 我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想 沒有這樣想 因為那個歌就是 對 收到那個歌詞 喔 這個歌詞非常好 我們來進錄音室把它錄了這樣子 就這樣子嗎 很工作的感覺 對 很工作的感覺 因為很敢那個專輯 非常敢 然後就是在工作的時候 都是那個狀態 對 好 我要問妳一個問題 跟李宗生沒有關係 好啊 可是也沒有很高興 因為是跟感情有關係 好啊 就是 什麼樣的狀況之下會 重新再回去跟初戀的男友談戀愛 因為我身邊有碰到過好幾個女生都這樣子 就是她們人生的第一個男朋友 但中間輪過了好幾個人之後 又回到第一個男朋友身邊去 OK 我覺得第一 她的確是一種緣分 她的確是一種緣分 就是因為我們是 這些年來都是朋友 我們不是說完全沒有碰面 不是那種二十年後衝鋒 然後當初為什麼沒有 不是那種 那我覺得是 大家都經歷過一些以後 然後有這個緣分再走在一起 然後感覺很舒服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所以有回憶起說跟初戀時候的情景嗎 就是 我覺得一定會有的 還是不一樣的 很難避免一定會有的 妳就是 就像妳 如果認識很久的朋友 妳也難免會談起 啊 從前我們認識的時候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中妳們會有一些共同的回憶 然後會 因為這個事情會有一些的默契這樣子 對 那會不會有一種感慨說 早知道這樣 就當初就一直在一起就好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 那個是不實在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 早知道在一起 那妳當初就不會分開 然後就是說 她必須是 也要走過這些路 然後鬥一個圈 然後再 有這個緣分 然後再能夠再走在一起 對 所以 曾經交往過的人 就算分手後 也可能再 重新在一起啊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世界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 所以妳是屬於那種分手之後 都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跟對方成為朋友的人 我很 我很希望是這樣子 對 所以妳會 妳會跟李仲誠 重新在一起嗎 對不對 那 目前是看不到這個 如果她又寫了一首歌給妳 我覺得目前是沒有這個可能性 對 她再寫三首歌給妳 三首歌給妳 三首歌給妳 她一點當中就都是給妳 有可能她做任何事會 還會再感動妳嗎 我覺得 有感動的事情已經很多了 其實 所以不是建立在這個上面 對 不是建立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比較是 譬如說 結束一段婚姻或者是 一段的感情 其實都是因為自己對自己的 認知或者是自己對自己在 在這一段感情的關係裡面 自己能夠做得到的 覺得 可能就是這麼多這樣子 所以妳在分手後 會很怕去兩個人以前 一起去過的地方嗎 我不會耶 我覺得 像 我覺得 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再回去 曾經去過的地方 然後想一想 或者有時候我根本不會想 OK 對 我是那種過去了就過去了 所以妳不是那種很脆弱的人 我覺得我不是 那現在家裡的照片 有把她的頭剪掉嗎 沒有啦 OK 照片都 照片都維持原來的樣子 就是我家裡沒有什麼 什麼照片擺出來 嗯 在所有 住的城市裡面 妳最喜歡住在哪裡 我喜歡 嗯 我喜歡 日本 妳住過日本嗎 對 我在東京住過段段續續 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段段續續的 那我覺得 那一段時間是 我很享受 很自由的一段時間 因為比較少人會拍妳 是不是 對沒有人認識嘛 那妳就可以 就是我常常都會坐低鐵這樣 所以妳不怕鬼嗎 不怕鬼嗎 對 我就是趕一個人 趕一個人 趕一個人這樣子 妳住嗎 我覺得趕一個人住很悠衷 我覺得我以前會比較怕 就以前 常常會住一些陌生的飯店的時候 因為我會比較敏感 就是那個磁場 對 然後我覺得我 可能怎麼說呢 現在經歷過就是 爸爸媽媽的故事啊 然後對於人生很多的事情 就覺得說 它是 沒有什麼好怕的 對 像最近我在北京 辦演唱會 其實我那個飯店 我住進去的第一個晚上 我就覺得 我一直都在誇本 因為我覺得那個房間很奇怪 那可是我就覺得說 因為我都會有準備一些蠟燭啊 還有一些香 那個香 然後我就會 是驅魔的香嗎 不是不是 是普通 除臭的香 不是招鬼 因為我有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 一到哪兒就先點香 然後就是 驅魔 清除那個 那個場地就對了 可是點蠟燭很恐怖耶 萬一有風吹過來 然後燭火變成綠色怎麼辦 就立刻跳窗層 跟他變同一屆 所以你在飯店裡發抖怎麼辦 沒有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那個磁場有點不對 那趕快換房間嗎 沒有 我就 然後我就點起蠟燭 然後我就 就是會 唸一個筋這樣子 有用嗎 有用了 然後我就泡一個澡去睡了 所以現在唯一怕的東西只有老鼠 我跟妳說 老鼠我也要在客服當中 老鼠來這裡唸金 老鼠我要客服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帶進來嗎 你怕那個大老鼠帶來 好 歡迎妳老鼠 我知道老鼠 老鼠可能是比較 比較 因為是從小的那個陰影 是嗎 小時候被老鼠咬過 小時候很多老鼠 家裡很多老鼠 沒有被咬過 可是跟一隻很大的老鼠 那個浴室裡面對刺了 好恐怖 所以妳也不敢動是不是 我 就是 當然是不敢動 然後妳 就是那個 我不知道老鼠給我那個感覺 實在是很恐怖 因為它很 很髒然後很 嗯 所以現在 也想要克服這件事情 對 我有一段時間我會 譬如說 連雜誌上面翻到一張 其實那個老鼠是沒有什麼 對 可愛的老鼠 可愛的 可是我也會 丟掉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 她就說不行 然後我就把牠撿起來 你看著牠這樣子 只是照片而已啊 而且還是 Hollywood那種 電影裡可愛的白老鼠吧 所以如果妳跟妳女兒 兩個人單獨在家 然後出現一隻大老鼠 嗯 牠會覺得 妳沒有因為變成媽媽以後 變勇敢嗎 比方說很多少女不敢打蟑螂 可是變成媽媽以後 就敢打蟑螂 我是從來沒有怕蟑螂的 我是從小就是 就是把蟑螂撿起來 把牠的腳剪掉 那種 也沒有這個必要整她吧 好 妳女人即將面臨兩位 主持人的言行口問 如果願意回答的話呢 妳就可以叫小孩子 戴上很醜的面具 這些嗎 對 這個好像比較醜一點 這個比較醜 對 我覺得 這個比較醜 這個醜 不然妳如果不打 如果妳輸了 妳就要黏這個 然後唱那個 耶 女神 讓妳對人的生活之後 出來唱歌 妳會不會很怕 當初妳會想說 記者都會問 跟離婚有關的事情 妳有需要在家裡 先想好說 別人問我怎麼回答這樣 然後才出來 我倒沒有想 對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想要回答的 我就回答 我覺得不想回答的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不想回答 所以妳從來都不會 被記者問住說 然後就覺得 又不想回答 可是他們又問了 就只好想辦法回答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還好 所以妳沒有被記者惹毛過 我不喜歡他們拍我的女兒 我很不喜歡 妳有發生過那種他們拍 然後妳當場跟他們 就是有衝突 沒有衝突 我不會去打她 我就跟她說 請妳不要再拍了 然後他們真的就退下嗎 對 她就好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樣子 因為我想很少人會看到 我很認真很兇的跟她說 請妳不要再拍 對 妳可以拍我 妳不要拍我的女兒 其實我會很認真的跟她說 妳要不要喝酒啊 好 等一下 先不要拍 所以妳寧願 寧願記者拍肚子的肉 都不要拍女兒就對了 對啊 所以如果包含燈出來肚子的肉 會大發脾氣嗎 不會啊 不會 我就是有一塊肉 那怎麼樣 妳現在看起來沒有肉 是假的嗎 就是 現在收膚啊 就沒有啊 妳一整集都在收膚啊 沒有 妳這樣做直的就沒有啊 妳要有很簡單 就是 這樣一凹就有啊 吃了 哇 好棒喔 再來一次 有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真的 要鼓勵大家 那 現在會 開演唱會會覺得體力 B1000怎麼樣嗎 B1000好 對 B1000好 然後跳舞 譬如說 就是我剛剛說 瑜伽練過了 練了這一段時間下來 我就發現 譬如說以前跳 快歌跳完以後 會氣喘的 蠻厲害 然後就是回氣要需要蠻長的時間 現在就比較快很多 對 所以如果演唱會那個 音響出狀況的話 妳會大罵他們嗎 不會 不會有這個狀況 我想音響如果出狀況的時候 我們在彩拍的時候就會先冒 就耳機沒聲音 妳是會那種這樣 狠狠的逼耳機的那種 我第一個反應應該是 應該是先把它拔掉 然後就繼續唱這樣子 所以妳的工作人員不怕妳 我覺得我不希望他們怕我 我希望大家很開心的 就是很坦誠的一起工作這樣子 我以前會比較近一點 然後不講話 以前可能工作人員會比較怕我 所以 對 人家很難了解妳在想什麼 對 所以我們剛才問了 有關李宗盛的事情 等一下下節目會 跟他們擺臭臉嗎 倒不會 那因為我上節目以前 我就知道妳們一定會問的 因為他就一直說要問啊 妳想說美酒啊 妳知道我頭上來什麼用 放冷箭 可是 可是在台上會 有沒有發生過跌倒這樣子的事 常常 有 有嗎 蛤 這些年來都有 那怎麼辦 跌倒就爬起來囉 沒關係 沒關係啊 那如果唱破音呢 唱破音就 下一粒音 好好唱 會破音嗎 有時候會的 還是會 譬如說聲音 有時候它會有一下會失控這樣 第一連妳個慘了 接下來更嚴厲的真心話大考驗 將會把妳問得欲哭無淚啦 妳又願意回答的話呢 妳就可以叫小S戴上很醜的面具 這些嗎 對 然後妳就不願意 這些沒有很醜啊 真的嗎 這些還不夠醜嗎 確定妳帶給我看 沒有 我就等一下懲罰 妳帶她還知道醜不醜啊 沒有很醜啦這種 我帶一個給妳看 對 這沒有很醜嗎 我剛好看 這有很醜嗎 這很醜嗎 好醜喔 不好看 她喜歡準備好要帶 她打算要回答問題了 我看妳是什麼問題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黏鼻毛的啊 這個好像比較醜一點 這個比較醜 對 我覺得 這個比較醜嗎 這個醜嗎 超醜的 不然妳如果不答妳 就如果妳輸了妳就要黏這個 然後唱那個 耶 醫生 很認真 很認真 唱一段 好 來 請抽 一起抽三個嗎 一次 好 一次抽三個好了 好了 那就這樣好了 這三個是不是 怎麼是黏在一起了 這三個 沒有 我是想要中間那三個啦 沒關係啦 好 來 許醫弟 這一題 先練了齁 對啊 若女兒要求父母複合 會如何處理 會如何處理啊 擦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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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裡呢 不要打發記者會蹬耶 妳就擦這個 不要 我可以選啊這裡不是嗎 好 這要怎麼用 後嘴唇 後嘴唇這個是 這個啊 這是什麼 鼻子 難怪今天 其實有鼻子 這也蠻醜的啊 這也蠻醜的啊 我看不到耶 為什麼你用起來好像還蠻俏皮的 嘴唇呢 這個怎麼黏啊 就是你把上面那個 撕掉 對 所以你是不回答嗎 他又 他又要玩又回答 他剛剛已經回答說沒可能 沒有 因為我跟你們聊聊天了 我就忘記了有記者在這裡 他們一直埋伏在各個角落 好 算他有種啊 好 算你咬我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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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對記者說謊是什麼時候 說謊 他又帶好嗎 他又不會 好 只是 好 你有曾經說謊過嗎 說謊 跟記者 他還帶我給你一張 好啦 他就給你帶回家玩好了 我覺得很好玩 好 就最後一題 然後他如果還是要帶的話 我們就饒過他對不對 好 最後一題 和李松盛的戀情是誰先主動 誰追誰的 沒有 只是 這不衛生 不行 誰追你們放這麼無聊的東西 在這邊呢 這個太客氣了 這是什麼 好 這邊有一 沒有啦 因為我 這邊有乾淨的 塞鼻子 是這樣以後再塞嗎 好的 你整 他的Fans會很生氣 我們叫他帶這些東西啊 沒有 他已經看見要塞 其實應該是塞這裡 還不錯 造型很好 好 我以為算你有種 好 我問你了啦 好 所以演唱會是 八月 二十六 二十七 在 小巨蛋 在小巨蛋 對 小巨蛋人很多耶 一萬二是不是 嗯 所以是兩場嗎 現在 兩個晚上 他們唱的歌會不同 還是會一樣 會 會 稍稍有一些不一樣 有一些 有一些歌曲 因為其實有很多歌 都想唱 然後就是 可能會有一些調動 兩個晚上 那演唱會結束 之後 安扣曲 會有幾首 就觀眾如果 看狀況 如果一隻鼓掌 你就要一直唱 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都沒有喊Uncle 怎麼可能 如果沒有喊 沒有喊 就 就早一點收工 派人出去打他們吧 通常觀眾很愛 通常都會準備指手 其實倫永亮都會準備很多 他都會把 一個 一個 那種 旅行包 裡面都是樂譜這樣子 OK 所以 所以不怕大家喊就對了 然後妳也不是那種 會 怕多唱歌的人 其實我覺得 如果氣氛好的話 大家開心 其實多唱幾個舞手舞 沒問題嘛 所以到時候去看了一連演唱會 可以一隻喊Uncle 然後 唱八個鐘頭吧 這個時候要送給妳 謝謝 謝謝 Sandy 謝謝妳喔 謝謝 好 祝演唱會成功 謝謝妳 謝謝 所以這個是 謝謝